啤梨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好 回来第二节的《啤梨漫步》 我真的没什么心机讲这一节那些东西 但是不讲不讲都还要讲的 始终是十一国性 下星期二就是我们的国庆日 说来说去 以前十月一号日子 我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是自从2012年之后 每一年我都觉得很悲哀 围着着那些仍然在等一个 港法的南亚海南的死难死的家属 你说你是自己 这些不公不义的事 甚至乎都不涉及政治 你问我 虽然可能有人要问责 那种傲慢 你想想当日的政务司司长 林郑月娥 无论是这一宗南亚海南 或者后来的沿水事件 这些我们相对来都比较是意外 民生的事情 他那种傲慢 好像有记者 还是有人 那你试试喝点沿水 正当他的下属 房屋处长 不知道什么 只要他犹豫之下 他已经很想愤怒 大渴不肯 怎样怎样怎样 还有什么 你真以为你大 你不是选出来的 公博来的 老实说 你说我们很久没有官威 有时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能够有一点包容心 其实慢慢慢慢那些愚情 或者民情就会可能会这样 会觉得 哎呀 怎样都好 尊重客人 讲那些记者 或者什么 你能做到这么狠狠 我告诉你 阿靖 通常他们自己自己狠狠 先禁注重那些自卑友 先禁注重那些所谓 是烂钩尊严的 香港就是这样烂钩 是类类即色的 你会加上土共 你说那些后餐仔 喂 上车当然又难 但是是不是真的为了上车 是不是你们温家宝讲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 上不了楼的 就于是乎 这个是深沉矛盾 是不是给那碗饭去吃 他们就会 表你好想办呢 所以现在要狂起公屋呢 这个可能有很多人的分析 我觉得都是其中一个很大的factor 因为你真是什么 真是 生活困难 但是你回忆香港 畢竟是一个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 很多年轻人 其实他真的未必受影响 甚至乎他可能自己有物业 你看那些什么 比如走路去英国那些黄书 或者自己有份好工 那为什么要出来 分分钟是犯法 或者怎样呢 因为真是看到 看到你们会烂下去 结果果然是 然后将什么 这些都赖下 什么外国势力等等 你自己不检视一下 政府的管治 的确是否有问题 是否可以做好些 很简单的东西 好了 今年国庆75周年 政府各部门力推庆祝活动 其实不要说了 凡身五凡身十五更加厉害 就算是平时的 这班人 喂 鞋子要落到足 是吧 其中康民署 在香港历史博物馆 和香港科学馆 举办一个盛世啟航 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展览 昨日开幕 展览分为飞跃发展 科技创新 智慧时代等等 飞跃发展 由宏阳中华文化办公室 有个这样的办公室 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体联合筹画 会展出些什么呢 例如李立山的奥运金牌 江文慧的2019年的年中世界第一奖牌等等 智慧时代 大部份都是互动产品 展示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技术 这些我真的没什么心机说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 上网搜索 刘偉欣汉可能会很稀 他会去 我相信 盛世啟航 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成就 老实说 拿来什么的奖牌 我不会觉得他不是成就 科技创新那里 说什么大庆油田 俄國的血密 介紹怎樣脫貧 怎樣做人做衛星 原子彈 我都不會覺得不是什麼成就 雖然這些全部都不是你發明的 第三個展區就是權權報國深 介紹中國在人工智能和半導體等領域的進展 好 華為 三色機 你們這麼聰明 不緊要的 繼續介紹 首先 說真的 你問我 你不要打飛機 就算做得再好 又怎樣呢 是不是你自主創新的 連一個阿里巴巴那些 都是吸夠別人 事實上 有些人 譬如現在有些 我們不因人而肺然 有些企業真的做得好 喂 大佬 別人 好像那個什麼 Shein那些 別人做得好 又被你禁 那些是民家做初創 好嗎 但是這些是什麼成就呢 我真的經常覺得 陳康濫調那些不說了 什麼小孩讀書 渠舖好一點 醫療好一點 你只是看看 現在上面爆那個退保潮 你說怎麼辦 過癮不肯空 退保 那以我們偉大總書的性格 如果用白紙運動那次這樣 又吞 好 吞太了 那吞太是怎樣的 你最後都是 走回一個方法 那幾年又說沒有了 2025 明年 那怎麼樣 左支柔柱 然後在那裏講這些 真是無所謂的 每一樣東西 譬如你說 江文慧那個金牌 是不是成就 當然是成就 但是這些 這些是他個人的成就 你又放在什麼 中國七十五週年 新中國成就的錢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不過不要緊 大家喜歡的 可以看一下 李麗先生真是好笑 李麗先生我是廣英時代的 不是 九六年的 好了 當然從明天開始 就有很多食肆推出優惠 那最厲害的那些什麼泰兄的敏華 那些什麼七折 OK 那很多商家 我相信也有些市民 真的因為便宜 真的會出去吃 做生意 老實說 強如太興敏華茶木 阿心雞飯靠得住 那麗點煲餃子 我不知道怎麼讀的 餃子站 道程飯店等等 我希望剛才讀過的名字 在明年一年之內 仍然可以讀那麼多的全部在這裏 我問我有沒有搞錯 問我冰室太太 我真的不懂得說 你這樣搞法 那個市道 好 好了 大熊貓經濟 處處有熊貓 我們看一下照片 現在我們看到南區 例如周圍的海岸 都畫了Banner 這裏下面有一間 應該是大忌做糕點 這些是他們自己自發的 馬豆糕 椰漆糕 即是熊貓的樣子 他買那些假粥都成本 是的 都是成本的 都是這樣 根本就是掛一下Banner 這些好像做一些燈籠 不是燈籠 不知道什麼 好 再去 其實還有些巴士也噴上 有些Banner 那些藍光也噴藍 不是 很難好 那些顏色就用得 再去 你看這一張 你看這個 澳洲小小大樓 好 回來 真是 處處有熊貓 南區 那麽可能公園在這裏 我真是很懷疑 很懷疑 很懷疑 我不敢說沒有 我相信也有些香港人 因為有幾隻熊貓 專門在海海人公園 尤其是這麽大的宣傳 有的 有的 有的多少呢 因為遊客專門來香港 因為熊貓來香港 他又不敢說沒有 有幾多呢 一百個 一千個 都是再說那樣東西 他離開香港 那裏有熊貓看 就順便去看一看 專門來香港看熊貓 哇 多稀疑 有人訪問 這個叫龐建宜 這個很年輕 四十多歲 你不要小看他 海洋公園的主席 又是不知甚麼 再出發 又是那些人 這些世界子弟 左派 他就說 有學者提到 紅貓各地都沒有甚麼獨特性 龐建宜就說 自己都有去過成都 千奇八怪的紅貓商品都見過 但無論幾千奇八怪都好 是沒有香港的元素的 他說 所以本港的紅貓商品 最重要展出香港的特色 有創意 你說 你說 這個主席 甚麼是香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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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是說三次 我屌你老美 你只是甚麼是香港特色 都要想想 你屌你老美 在紅貓蛋糕上面 你可以做甚麼 幾千奇八怪都有 屌你就是這樣 屌屌有紅貓 叫些雞 屌你 現在沒有中國城 屌你那街市 每個都拜紅貓女郎 被人屌 屌你 屌你有沒有 你說就容易吹水 即是說 是 到處都有紅貓 但只有香港特色的紅貓商品 就一定可以的 我都知道 甚麼是香港特色 Let me know please 甚麼是香港特色 屌你老美 跟著 就說 其實答都多想如 有人說建議 有市民說 校法四川早年的做法 可以被人親手摸大紅貓 屌你老美 不要說是危險 以你香港那些官 本身都被騷擾了 不要搞多些紅貓 珍重到不得了 現在其實都有的 四川 我們經常看片 是甚麼人 是那些工作人員 去飼養紅貓 你去看那些片就知道了 屌你有沒有摸紅貓 那是危險 那些人問來是多餘的 屌你有沒有 我真的有狗去摸 就是咬狗來 屌你有沒有 你以為是紅貓 真是屌你什麼 好嘆唇 好嘆唇 屌你有沒有 老實說 你沒有這些摸底 休息一會吧